上一場我們在首點 那這場我們來遊走一下換換口味 這場我們是要保護炸彈 然後呢 炸彈出現在這個高塔裡面 那這次我還是選心跳哥 那通常你要遊擊的話 你會選一個一開場比較妙事的角色 例如心跳哥 甚至心境人員 那在這個階段遊擊一個很大的功能 就是會混淆敵人的屍體 他們會不太確定你的任務目標在哪裡 尤其是他們出現的位置 剛好是離證目標很遠的話 如果你同時能夠在離證目標很遠的地方 摧毀一堆無人機的話 敵人可能會花上好幾分鐘都找不到實際目標的位置 那我們現在就要開始拆幾算 會用到的窗戶 這窗戶最好現在就拆或就打破 因為等等如果遊戲開始的時候就拆的話 那個聲音會驚動到敵人 窗戶是越多越好 那你這邊可能會注意到我已經被大概三台無人機發現了 所以有經驗的隊伍一定會來抓你 尤其是我們現在可以控制一些蠻有用的窗戶的時候 敵人在倒掛攻擊那個遼望塔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從這些窗戶出來偷襲敵人 我們現在工作就是躲好 然後等敵人開始攻堅以後呢 我們才出去抓敵人的背 那當然這時候心跳探測器可以給我們一些額外的保障 當然除了心跳探測器外 最基本的就是你也可以用耳朵聽 實際上你可以幫忙跟隊友講 敵人的重生點的方向在哪裡 這些都對防禦很有幫助 OK看完他們快要找到我 游走幾乎一個一定必備的工具就是C4 因為你遇到盾牌 如果沒有C4的話 你自己一個人很難對付 更別提通人來抓你的時候 他們是兩個人 甚至三個人一起來抓的 他們還在2樓 我聽到他們過去 我還慢慢的衝屁屁 那你會看到殺人 當然就是馬上要移位 這樣只會讓敵人要花很多時間找你 游走一個很大威脅當然就是要抓到他 其實常常滿花時間的 尤其是你沒有辦法把他包圍的話 因為我們是防禦方 所以時間是在我們這邊的 那你看到我們這邊是兩個人一起游走 然後我們可以互相分享情報 然後被敵人追殺的時候 我們可以請另外一個人來埋伏 然後隊友用我開的射擊位置抓掉一個人 所以這邊你看到敵人基本上還沒有看到我們的人 就已經死了4個人了 如果要長距離抓人的話 你可以直接把很遠的地方 門直接破開出去看一下 敵人通常不會看一些很遠的奇怪方向 當然現在敵人已經進到建築內了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也抓不到人了 所以我們現在想要馬上回房 現在我們三個人都被同一個人解決掉這樣 所以剛剛我們很有耐心的跪離大概30多秒 敵人都沒有下來 那這時候心跳探測機就可以發揮一個很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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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續捐迷走 可能會刷測機 你只有回家 我們應該有去 work 去導伴 騎士